这样这个面就调好了 调好了之后我们再来观察一下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 还有在这个地方 屋顶和我们的装饰线条 这里有一个缺口 我们需要来补齐一下 我们选中我们的物体将组进行打开 选择装饰线条选择屋顶 同样的在侧定面上来绘制一下 在优势图上来绘制在这个地方 来进行一下调整 将位置摆对好 参加一个Mesh的修改命令 为它更改一下材质的颜色 这样这边的正面墙也已经基本补好了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还需要在这边补一面墙体 Shift加记 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绘制 将它移到这个位置上 对它进行一个高度的挤出 我们在这里可以测量一下它的高度 2米7 我们也直接来挤出2米7就可以了 然后更改一下材质的颜色 这边也补好了 补好了之后 在这里我们还发现它有一个缺缝 我们也一样的来进行一下修补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将我们需要的墙体进行孤立 所以我们将我们需要的墙体进行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250的墙体厚度 在这里还需要调整一下 我们还可以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 在这里我们将它的厚度可以增加一点 同样的更改它的材质 我们会发现它有一些重面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要重新绘制一下 我们将这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进行取消 我们将视图切换到我们的背后视图 我们来重新绘制这边的这一小块 或是直接的将我们的这个进行调点的处理 我们将来重新绘制裁 正面墙体补好之后 在这里还会出现有一些漏缝 我们同样的要对它进行一下补齐 我们将来重新绘制裁 我们将来重新绘制裁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点 将模型细化完之后 我们还需要处理的有一个地方是我们之前需要建的车库 在车库的入口处有一个坡 在这里我们需要建一下之前没有建 我们首先将我们的CAD切换到我们的一层平面 然后从核心的增加功能下锁 我们下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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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锁 下锁 绘制好之后 我们在这里可以将我们的CD来观察一下 看看有没有坡度的侧面 在这边我们好像都没有发现有坡度的侧面 既然没有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进行一个测量 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高度 300 我们可以直接对它挤出300 挤出300的高度之后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可编辑网格的命令 然后对它进行一下点的修改 在这里 让它形成一个坡 首先我们要将最外面的点往下调整 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斜坡 形成了斜坡之后 我们在我们的顶式图上能看到它的斜坡是三面都有斜坡的 在这里我们需要将这边的这个点 调整一下 调整到这里 让这边形成一个斜坡 同样的这边的点一样的做处理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看到在这里还有一个漏缝 我们需要对它的面 进行一个挤出 我们选择最里面的这个面 在可 在可 我们可以将它 这样它可以直接填补下面的这个缺口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添加好材质之后 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模型绘制完楼板 这个模型就基本已经告成了 在这里我们直接来绘制楼板 我们将我们的上面的物体可以进行一个选择之后隐藏 然后经过墙体来绘制 在绘制的时候同样的我们是绘制的墙体的内侧 在绘制下的内侧 绘制好之后对它进行一个挤出楼板的高度挤出100就可以了 然后让它放起在我们的门框的下沿 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m楼板 同样的复制一个到二层平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放到屋檐的下沿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所有的模型进行取消隐藏 在这里我们会发现这边有一点高了我们的屋檐 所以在这里我们二层平面的楼板要重新绘制 我们将我们的屋顶进行一个隐藏 现在来绘制我们的二层平面的楼板 我们的屋平面湖 我们的屋平面的楼板 正在里面的楼板 一会一会 我现在把它列入干湖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我们要调整一下 我们可以将强体选中孤立出来进行调整 在物体太多的时候要对东西进行调整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使用这种方法将物体进行孤立 在这里我们全部取消隐藏看一下 然后我们将楼板的颜色更改为我们已经附加好的材质 楼板绘制好了之后我们的别墅就已经基本完成了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它的组进行关闭 这样我们的模型就已经基本完成 在模型基本制作完了之后我们一定要对模型进行检查 在检查的时候我们要对应我们的CED 来观看我们模型上遗漏的地方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正面面 也就是我们的蓝面面上 这里有一个烟囱 在我们的模型上 我们这里还没有制作 然后再来观察模型有没有漏洞 然后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缺少一个上沿 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对模型进行一下补齐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100的厚度 可以往下挪一下 然后对它添加一个楼板的材质 同样的 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烟囱 我们先将我们的仕图切换一下 切换到我们的蓝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烟囱 我们直接来绘制一下铺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烟囱 我们直接来绘制一下铺面 让它的厚度可以为100或是少一点80 再减负的20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屋顶平面来看一下烟囱的大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屋顶平面上没有烟囱的大小 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利面图来进行一下推算 制作一个大概的 我们先来测量一下它的一个宽度 350我们可以制作一个350乘300的烟囱 在这里把位置摆对一下 同样的用它来拾取一下 通过Sweep 翻转一下面 调整一下大小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来调整它这里的大小 我们可以开启终极显示 然后在这里来调整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将它的位置往外挪一下 挪到差不多的位置上就可以了 给它更改一个材质 这样CAD上能画出来的东西我们也基本都做好了 好 好